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我是薛灵六 要和各位同学们分享的主题呢? 如果你是刚学习AI初学者 这集必看哦 首先第一个初学者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点不到物件 那我这里先示范 旁边工具列的矩形工具 你绘制一个方形 今天你绘制完毕以后 要在点选黑色的长方形的时候 我点它一下 会出现这个矩形的视窗 这时候同学们就会有疑问 那我要怎样去点选我的物件呢? 因为今天我不管在画面怎样点 都会一直出现这个视窗 我要如何移动我的物件 解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哦 各位同学们只要记得 在AI教育软体里面 你今天要移动任何物件 都要使用工具列旁边的黑色箭头 也就是选取工具 当你点下去以后 你就可以点选你要的物件 今天我要点选黑色 绿色 红色 都是可以让你自由移动的哦 所以重点就是 今天如果你要移动画面中的任何物件 或是点选画面中的任何物件 都要使用黑色的箭头哦 那第二个同学们 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无法移动物件 通常无法移动物件有三个原因 我今天示范的是这个黑色的圆形 师老师我怎么点 他都没有反应耶 我点旁边的方形 物件是可以被点到 唯独圆形我怎样点都点不到 通常如果你的物件点选不到的话 有以下三件事情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首先第一个 今天你这个物件 它可能只是个线条 它没有面 我以黑色长方形来做范例 今天我用黑色箭头点选它的时候 在旁边的工具列部分可以看到 我填色的部分是黑色 笔画的部分是空白的 所以现在这黑色色块 它本身是有填色的部分 所以你在点选它 不管任何角落的时候 都可以点选到它 因为这个物件本身它就是个面 可是这个圆形你今天点 它是没有反应的 这时候你这样的黑色箭头 试着往这圆形的线 点选下去 你会发现它出现节点了 也就是说 今天你这个物件 它是笔画 它没有面 所以这个物件你要点选的时候 一定要点选在它的线上面 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 搞不太懂线跟面的意思 在这里先画两个物件 今天这个物件只有线没有面 再画一个物件 它的线 黑色的面的部分呢 我给它填色 那我将这两个物件移动 有看到差别吗? 它本身填色的部分是空心的 它没有任何颜色在里面 那右边这个物件呢 它本身里面是有填色的 所以当你点选这个物件的时候 不管你是点它的线 或者点它的面 都是可以点选到的 但今天这个物件 填色的部分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也就是你点在空心的部分 物件是没有反应的哦 你必须要加你的黑色箭头 点选线的部分 也就是黑色线这外框的部分 才可以点选到 那再来如果你今天已经确认 你已经知道你这个圆形的物件 你是要点选它的线 可是你用黑色箭头 怎样点它还是没有反应的话 请检查图层的部分 你是不是已经将你这个图层锁住了呢? 如果你将图层锁住的话 物件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哦 记得把它锁头解开 当你锁头解开以后 你再用黑色箭头 点选圆形的物件 它就可以顺利点选到 那再第三个 你也打开图层 图层也确定没有锁住 可是你依旧点不到 这圆形的物件 加滑鼠移到视窗上面 选择物件 全部解除锁定 记得按下这个解除锁定 初学者最常遇到问题就是 我今天画完的物件 但是我却无法顺利的填色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那我来示范 我重新绘织这个圆形 填色的时候 要点选颜色这里 进行填色 可是老师 我今天想更改的地方 不是外面这条线 而是里面这个白色的部分 可是为什么我怎么点? 都只是线的部分在更改呢? 我要如何将颜色填到里面去? 这时候请注意看一下工具列 这个部分 今天的物件 你要填它的线 或者是面 请在这里先选择好 你用滑鼠点到笔画这里的时候 你填选的颜色 就会是外面这条线 将滑鼠移到工具列 点选填色 记得点下去以后呢 填色这个正方形 会压在线的上面 当你确定它在上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填色 这样里面面的部分 就会有颜色咯 再来刚学习AI的同学们 当你打开这条软体的时候 你们会认为 你们看到的视窗界面 跟老师长得不一样 你们只要将滑鼠移到视窗上面 点选视窗 下面很多选项 你们可以点选 当你点选以后呢 这个小视窗 就会打开来啰 例如说 刚刚上面有提到的 图层这个视窗 点选图层 点下去以后 你们就会出现图层这个视窗来 那这时候你可以将它 拖曳出来 放在你想要放置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要如何删除跟修改我的物件 我今天绘制完一个圆形这个物件 但是这个圆形物件 我后来觉得我不需要了 我想把它丢掉了 那我要如何把它删除呢 其实很简单 选择黑色箭头 点选好你要的物件以后 在编辑里面有个删除的选项 你可以点下去 物件就会不见了 那我再还原 在键盘中的Delete 物件也是会消失 那我再还原 如果今天我是要修改 这物件的形状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使用黑色箭头 因为当你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物件的时候 它会出现节点 这时候你就只要加你的滑鼠 放在节点上 它会出现这个上下的符号 你就可以进行压缩 我要这样子变形 或是对角线变形 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是要针对节点 去做修改的话 就是要选择白色的箭头 我先点选空白处 将滑鼠移到节点上 它会出现这样子空心的节点 点下去会变成实性后 上下两边会有拉杆 当你选择拉杆 它的形状就会跟着改变 关于初学者最常碰到的五个问题 在今天就分享给你们了 那也欢迎你们多多留言 在学习AI的时候 你们最常遇到哪些问题呢 那我会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 再拍第二集哦 那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给正在学习AI的朋友们 那各位同学们 下个课程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